新的代言人 我前天跟石总沟通了 决定用金帆 金帆的经纪人 我已经沟通过了 档期没问题 并且配合度非常高 好的 拜拜 你那边计划得怎么样 针对莉莉的选角 还有新的拍摄方案 我已经修改了 原来的进度表 但是我希望能够重申 我觉得韩亦是这个 广告最好的代言人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不管你的创意和想法 多么完美 在公司的利益面前 客户最大 威卡 威卡 奥利沃他 干吗呀 急急急急 威卡你看一下 这是石总刚刚签的 同意是会支票 他同意了 继续请韩亦当代言人 并且同意了张红星的创意 真的吗 真的吗 好 既然这样 帕帕 那就按照你的计划 来准备吧 好的 谢谢 来来来 大家注意一下这边 听我说 我们现在争取到 自然界卸妆水这个大案子 我们只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四十八小时辛苦各位 女朋友 别交了 立嫁 不准来 四十八小时之内 谁要上厕所 必须跟我请假 大家辛苦一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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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卡给你颁奖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谁 温丽丽那脸 跟这个似的 都碎了 她判了三年的这个奖 你一个自然界的案子 拿下 感谢评讯团 感谢我的团队 还有我的家人 还要感谢祖国的栽培啊 恭喜 恭喜 真的 你现在就是PED的实力代表 我们的偶像 精神的领袖 行 行 行 别评论啊 赶紧吃吧 一会儿还要见 齐志感沙发的代表 我在齐志感沙发 等你 去吧 喂 主任 莉莉啊 给你发的这个电子邮件 你收到了吗 我还没看呢 主任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这个月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了 自然界的广告啊 在所有广告当中的这个收视排名 和这个传播热度都是第一名 PED这出品 避数精神啊 主任 你真是太客气了 合作愉快 再见 李姐啊 这是准备出去啊 对啊 我正要走呢 稍等一下 我都还没来得及 跟你好好说声谢谢 这次要不是因为 你帮我跟Rose周全 自然界的广告 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 所以 真的非常感谢 你的努力跟付出 你可真是太客气了 我先走了 一二一二一二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给我机会成为真正大英雄 你怎么不来创一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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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等我半天了吧 没事 我临时约了你 所以 这什么 这个送了你的 送我的 谢谢 没事吧 天哪 摔断了 没事 摔坏了 我换一个吧 不 你换什么呀 说好了送我了 哪有药回去的道理 这个是早上开会的时候 Vika代替总部 给我的 说是给优秀员工的 一个特别奖 主要是总部认为 我在之前处理 自然界的这个案子 应对方面都处理得还不错 所以给我一个鼓励 我就说吧 我看好的人肯定不会错的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 所以谢谢你 怎么那么客气 我就是 吹吹风啊 举手治劳什么的 这片场的事 Royce跟我说了 而且石鸿光前后对于这个案子 态度有三百六十度的转变 肯定也是你做的工作 今天会有这个奖 完全都是你的功劳 所以我才会想 把这个奖送给你 但它已经摔坏了 要不我换一换 干吗要换啊 耍赖啊 送我了就不能拿走了 这真的是我说过的最好的礼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看出来了 你喜欢这个花架子 回头我送给你 我看见了啊 看见你们那儿的够当了 你看到什么了 可以啊 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恭喜我心 你看到什么了 有事说事 你对我态度好点行不行啊 我来给你送三喜临门的 懂不懂啊 学校同意插班了 跟我儿子一个班 请原谅我此前 对你不尊敬的态度 你看你看 看你没人屁 看了这个表你也不需要 来来来来 给我给我给我 干吗不需要啊 我对不起你 求您给我吧 明天在我家吃饭 叫着班主任 你带着彤彤 大家联络一下感情 好不好 不愧是干客服的 想得也太丑络了 就 就觉得我上辈子 欠你给他 我真是 我就喜欢这个 快点啊 估计是快到了 知道了 来 来 来 等一下 来 来 欢迎 嗨 你好 彤彤 你们叫丁叔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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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去 去 来 杨军 来了 来了 您好 您好 欢迎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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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坐坐坐 一点心 一点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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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客气了 我们家常见啊总是提醒你 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 早就该来拜访了真是不好意思 快快快坐坐坐 谢谢 谢谢 别忙了 别忙了 你们随便啊 就跟自己家一样 彤彤 你们叫阿姨 你好 彤彤 真漂亮 坐坐坐坐 你们坐 我还有几个菜马上就好 好 来 彤彤 幸福急 彤彤 那个 茶 茶 谢谢 给你大事回天下的好茶 别以为这姑娘真懂事啊 你家儿子呢 去接姜老师了 我给你上试课啊 这姜老师有点 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你这个德行的说话 爸 爸 姜老师来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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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老师 路上好走吧 还行 快坐坐坐 来来来 我直接介绍吧 张红欣 我同事 她的女儿 彤彤 姜老师 你好 姜慧 你好 张红欣 之前彤彤的事情 麻烦你费心了 应该的 彤彤 你可以叫玛琳达 我不是说我吗 你不可叫我吗 我叫你 你不可叫我 走 你不敢说我吗 他就不叫我 你不叫我 你们坐呀 快坐坐坐 江老师 快坐 走走走走 挺远的啊 来来 先喝点点 那个出自见面 不想敬意 不好意思啊 我从来不收家长的礼物 这 这不是什么贵重礼物 这是童童亲手口的曲奇 你尝尝吧 我做了这个给大妈 你怎么能做 奶奶也吃不下那么多啊 张童 中国呢有句古话叫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现在你爸爸已经拿来了 介意我们尝尝吧 好的 看起来怎么不错 尝一下 我先来啊 好好好 真棒 你吃 你吃 你女儿做的不长 我在家吃很多 我一定要吃的 香啊 真棒 你女儿可比我儿的强太多了啊 怎么样 怎么这么甜啊 是不是糖放多了 不甜吗 不会啊 是吗 有 很甜吗 我吃 没咸啊 好甜啊 好吃 好吃 挺好吃的 来来来 冻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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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点 我不再会喝酒 好 好 好 来 童童 我吃谢谢 没事 没事 收了 快吃啊 好 快 姜老师快冻筷子啊 快 好 好 上 来 对了 姜老师在学校是教 语文 那太好了 以后童童的中文 就要麻烦你了 叔叔 我告诉你啊 姜老师特别厉害呢 他在我们学校 还是语文调研组组长呢 什么都有你的事 真的 这么能干 已经做到组长了 我是看起来挺年轻的 不年轻了 也都三十了 那结婚了吗 有小孩吗 没有 对不起 是没有结婚 还是没小孩 这鱼 特别地地道我做的 小儿 你们尝尝 对对对 你们尝尝那个谁 冰长江做的鱼 亲自做的 这一辈子就会做这一道菜 借谁给谁显摆 姜老师真的你尝尝 来来来 谢谢 多吃点 给自己了 洪星你也吃啊 不好意思啊 你是不是介意别人 问这么私人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 这些私人问题 跟我做您女儿的班主任 有关系吗 当然没关系 这样吧 长江 咱们那个大家伙碰一杯 对对对 是吧 欢迎姜老师 来我们家 没错 也欢迎洪星 来 欢迎欢迎啊 欢迎常来 谢谢 欢迎啊 以后常来 真好啊 都别客气 这就是你的学校了啊 到了学校之后呢 记得要听老师的话 知道吗 知道啊 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 你没办法处理的事情啊 就跟老师反应 不听 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好吧 江辉在哪儿 江辉在哪儿 我刚刚说的 你听听去没有 什么 是吗 到了学校 好好跟同学相处 千万不要起矛盾 知道吗 我是一个友谣的 我知道你一个友谣的 你遇到任何呢 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你可以先理解成为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微笑也对 好的 来 早就想到了 你们在中国为了朋友吗 你妈买的 您妈买的 遇到任何事情 给我打电话 好吗 走了啊 走 这看什么呢 来了 对呀 我来了 我送儿子上学啊 我等你半天了 大哥 快快快 走 等一会儿 等同同进去 不是 孩子那么大了 还等什么 还看什么 待会儿我迟到了啊 迟到就迟到 这是我第一次送他上学 这女儿真是当爹的小情人 好 我等你 维卡 这件事情你可要想清楚 这可不是儿戏啊 我在这行待了这么久 不会看左眼的 索菲亚 你相信我 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索菲亚在总部 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大项目 要放大招了啊 索菲亚 要不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还是你来说吧 业务上的事情我不方便插嘴 好 郑海集团 大家知道吗 郑海集团嘛 郑海集团是个综合性的大财团 旗下拥有和参与的公司 有数十家 涉及到商业 地产 文化 制药 等十几个领域 他们的创始人段正芳先生 现在是这个集团的董事长 今年六十岁 在去年福布斯公布的 华人富豪榜上排名七十三位 很好 段正芳决定在本市 投资一个儿童游乐场 现在郑海集团正在对儿童游乐场 进行主题创意的招标 总部希望我们公司 能拿下这个项目 拍拍 创意部全体抽调出来 加入这个案子 你来负责 我的意思是说 游乐场的设计 应该是由专业的设计团队 或者是设计公司来进行 我们是做广告创意的 基本上这是两种行业吧 公司是想全方位地 拿下游乐场的建设项目 这样对于我们公司的 建筑公司 建材公司 还有运输公司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可是现在我们几家竞争对手 他们在国际上面 已经找到了最好的 游乐场的设计公司 进行绑定 也就是说 他们想在设计阶段 去进行竞争 我已经跟总公司建议过了 我们的设计竞标 由你们来进行 那个 抛派刚才说的 确实很有道理啊 那总部干嘛就不找一个 专业的设计公司呢 这样会事半功倍的 总部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在国内找了几家 非常好的设计公司 可是他们的设计方案 一一被段正芳否掉了 也就是说 段正芳并不在意这些方案 我们想拿下整个案子 必须剑走偏锋 出起之声 虽然这个业务 我们不是很专业 但这也说明 总部对我们的信任 派派 以敬礼而为 汤姆 你们部门全力配合派派 当然 姜老师 你找我 童童闯祸了 到底说不上惹祸 算是有点行为不当 他怎么了 你让他自己说吧 你怎么了 我说我敢和男孩接吻 他们都不信 我就赌了呗 然后呢 然后我就找丁洋亲他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好 我再说 还不赶紧给老师承认他道歉 还不赶紧给老师承认他道歉 老师 我错了 向老师 你看 他都认识错误了 这就算认识错误了 如果您说的是作风问题 童童刚从美国回来 他的行为举止 或许跟这边的孩子不太一样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方式 说得惭愧 我平时都不在家 那就请多在家 而且请提醒他 这里是中国不是美国 好的 这儿 这儿那个张宏兴他们家闺女 可够野的 随便别了 这事 你得跟他念叨念叨 他姑娘在学校说 想调戏谁就调戏手 调戏别人我管不着 调戏咱儿子 那就不行 你要进来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太严重了吧 调戏呢 这小孩就是过家价 再说有女孩喜欢我儿子 我觉得挺好的 靳长江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又不是我跟他亲嘴 你跟我积什么劲的 你就是跟那个张宏兴混久了 越来越像他了 不是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儿子说不定有好处的 你以为他儿子都跟你一样 不是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啊 它就是 很多人说这个男女要平等啊 熟 你也不呼得还不惨 快点 这社会它男女能平等吗 现在女人早就撑过那半片天了 还受社会舆论的保护 还不受爷们儿兼江湖规则的约束 还不受计划的 真是 真 我 听你这话 好像对着男女平等的时代 很有意见的 没有啊 谁叫 段正芳 他只有一个女儿啊 经营这个游乐场 也是为了完成他女儿的心愿 包括之后的经营权 也是交给他女儿 那我们对他女儿 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他女儿叫段潇潇 好像是刚过完那二十五岁的生日吧 他毕业之后 一直在段正芳的公司轮岗 同时还经营了一家游戏俱乐部 名字叫做NK 游戏俱乐部 什么类型 主要是经营那个 密室逃脱游戏 这是一个这几年特别火的游戏 真人参与的智力游戏 密室逃脱 有玩过吗 没有 段正芳啊 中年丧偶 一直就没有再婚 所以呢 他非常地腻爱段潇潇 之前那几家 国际知名乐器公司的方案 全是让段潇潇给拒绝了的 那这先让老丁去探探路好了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周海集团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是P.A.G.的销售代表 我跟你们段总约好了 谈那个游乐场项目的 好 那稍等 您好 有个P.A.G.公司的销售代表 来找段总 好的 对不起 段总要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您请稍等片刻 好 谢谢 没事 小段总 那个人说他是P.A.G.的 都等段总好一会儿了 特别奇怪 坐那打上呼了 好 你找段总 是啊 我就是 你也是段总 废什么话呀 那我对你 洪星啊 救我啊 什么情况 你不是去正海吗 快看一下洪星啊 阿弗陀余啦 行不行啊你 你有點同情心 想不想 真沒用 天氣地震 太少人間了就是 這女的事真是沒有 這款集團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我這個電腦是從美國帶回來的 八百幾拍 誰喜歡出個價 來來來來 我出價 我出價 八百 八百好 我跟你說啊 我這電腦九層性的絕嘴超值 會來大盤賣啊 一千二 一千二會 一千三 都幹什麼呢 加桐 二位先生 這是我們段總的女兒 遊樂場的項目就是我們段小姐負責的 段潇潇 我爸有事 遊樂場的事跟我聊吧 PHG的銷售總監 盯上架 你好 PHG的創意總監張鴻青 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喂 為什麼 可是 行我知道 小丹總 真的不好意思 我臨時有事 要不你們先聊 我們趕緊再約 好不好 真的不好意思 我 那咱們聊吧 你說了算嗎 你等我會兒 比我還不靠谷啊 去哪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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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幹嗎去啊 董董在學校惹事了 江老師剛才給我打電話 我得去學校一趟 那你聊兩毛錢的呀 都接觸不上了 你跟他們聊啊 我總統一出事 我都什麼心思也沒有了 我告訴你 你一會兒自己打算回去啊 人家不跟我聊 請進 江老師 不好意思啊 我給你添麻煩了 你添麻煩了 事情的經過 張同都跟你說了吧 說了說了 我已經批評她了 您教育裡有道理 那張同意識到做錯了嗎 我是跟你說話的 我哪有錯了呀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怎麼那麼倔呢 我剛跟你說的你沒聽懂啊 你還沒錯啊 你們批評我可以 但是講錯道理行吧 看來你是真沒有意識到 問題的嚴重性對嗎 你在學校就得聽老師的話呀 你趕緊承認錯誤 行 我承認錯誤可以 但是你告訴我哪錯了 好 那讓你爸告訴你你錯哪了 我錯哪兒了你説 我錯哪兒了 你説 你這不明白什麼 在學校不聽老師的話 這就是錯誤 老師的話不完全是對的吧 他們總得講道理吧 對 好 那張同 你把你的道理說出來 我沒偷 沒搶 沒坑弄拐騙 沒出售那個偽劣產品 哪錯了 對 你是沒有出售偽劣產品 但是你賣的是沒 對 你賣的是美國商品 你持美國護照賣美國商品 你交關稅了嗎 什麼 你沒有交稅啊 你逃稅漏稅 這就是犯法的行為 你錯了呀 講我好像對嗎 童童真的好有經濟頭腦啊 她說把舊的賣了 買了一個國產的 不但掙了一千多塊錢 還支持了國貨 好聰明啊 關鍵是老師怎麼說你啊 她是不是說 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家長 我覺得我們婦女啊 快被組織給放棄了 不過經過這次事情 我覺得 我真的對童童了解太少了 她在想些什麼 她喜歡什麼 她每天做些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啊 原本幫她找技術學校 是希望她更快地 融入這個環境 但是現在 我們溝通的時間反而少了 所以我覺得 真的每個家長 應該仔細去思考一下 就是寄宿學校 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你女兒真的挺像你的 不按常理出牌 有句話說得好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怎麼覺得這句話聽起來 不太像是讚美啊 當然是讚美了 很多事情呢 要細水長流 每次呢 有一點智的突破就好了 關鍵是 彤彤知道了 在重要的時刻 她爸爸跟她是一會兒的 那媽 那必須的 你最近工作怎麼樣 還順利嗎 最近就在忙 正海遊樂場那個案子啊 甲方的小女孩 也不是一個這樣閃營的燈 你說我身邊的女人 為什麼一個個都這麼難纏呢 有嗎 你例外 有什麼事呢就直接跟我說 千萬別客氣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氣了 別客氣啊 突然好尷尬啊 還怎麼會呢 看什麼呢 那麼偷入 我在研究正海外集團的資料呢 来 没什么新鲜 乱想办法 个人的商业信誉还可以 热爱慈善 剩下的没什么有价值 我也找了一些朋友 做了一些调查 他说他最与众不同的是 形式怪异 他有个外号 叫老不着调的 他那女儿是够不着调的 我说你不行啊 那你一个资深的业务 这次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 换了别的业务 我吃喝喝乐往上一堆 分分钟拿下 还要他那个女儿不吃这套 我看出来了 你这就是陈晓晶三斧头啊 你这不行啊 你得出去制胜 找别的方式突破吧 说得正好听 你给我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我看看 什么